老板提着两条鱼对女人招手 对方一脸不情愿 老板又拿出两条 女人这才答应 陪老板玩自由戏 就能给孩子们带回一顿饱饭 阿柔也不想这么遭见自己 可她有六个孩子要养 不赚点外快 全家都得饿死 在这乱世之中 阿柔一个女人确实不容易 她曾有过两任丈夫 可惜都因战争死去 1927年 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在恶魔的统治下 无数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他们日夜勤劳工作 就是希望能拥有自己的地 过上自己自足的生活 阿柔阿伟两兄弟也不例外 他们在地主家做长工 工友中有位见多识广的老人 他在休息时给大家讲故事 说是远处有个金山 那里藏着大把金子 兄弟俩心动不已 这是赚钱的最快方式 到时候挖到金子 农田房屋全都有了 隔天开工时 兄弟俩头也不回地往金山走 一边走一边向路人打听 就这么翻山越岭的 走了好几天 还是没找到 就在他们快要放弃时 身后竟出现一道金光 兄弟俩像是受到某种指引 接着往前走 终于他们找到一处村庄 村口有位少女在唱歌 还没来得及问路 山上传来爆炸声 等声音停止 那少女也消失不见 兄弟俩继续往村里走 他们找到村里的旅店 这家旅店正是阿柔开的 他家本来是没空房间的 刚刚榨山死了两个 正好空出两间房 阿柔给兄弟俩介绍情况 这里本是一座荒山 日本人入侵后 就在这里榨山淘金 很多人想从中捞好处 也不要命地跟着挖 每一年都有上百人因此丧命 即便如此 还是有无数人抢着进去 兄弟俩不怕苦 他们来就是挖金子的 不管三七二十一 先去报名再说 报名这天正好遇见新任矿长 他看起来斯文有理 大家争着向他问好 兄弟俩看着领导不错 下定决心要好好干 总有一天能买房买田 过上好日子 上宫第一天 他们认识了有趣的憨西 踏实可靠的文书 憨西不傻 只是脾气比较直 有什么说什么 这天下班后 看见兄弟俩直接往旅店赶 好心提醒他们 别回去那么早 阿柔可能还在工作 给他留点时间吧 憨西为人仗义 发工资这天 他带兄弟俩到娱乐场所消遣 这里都是美女 平时工作没时间 现在放假了 总要来玩两把 老板娘热情招呼客人 兄弟俩却有些害羞 他们从没来过这种地方 手足无措时 那天在村口唱歌的女孩 竟然又出现了 她叫富美子 是日本女孩 现在还没到年龄 所以只在这里打杂 她还有个很要好的玩伴 阿木 阿木的妈妈是中国人 被日本士兵糟蹋后 怀了阿木 生下孩子后就跑了 没再回来过 阿木一直自称是日本人 最起码在这里能活得好一些 兄弟俩看了半天 还是没找女伴 他们实在不习惯 也舍不得钱 不如早早回家休息 回来时还给阿柔的孩子 带了礼物 阿柔骂他们不务正业 才来多久 就去那种地方 兄弟俩急忙解释 他们啥也没干 转了一圈就回来了 解释完就回屋洗漱 准备睡觉 不曾想刚脱衣服 阿柔就闯了进来 兄弟俩正在洗澡 老板娘突然闯进来 她一点也不害羞 当着两个男人的面 找衣服 找到后 当着两人的面 在门帘后面换衣服洗澡 兄弟俩看傻了 人家一个女人都不在意 他俩却浑身不自在 矿山上的生活枯燥无趣 阿柔瞅准上级 开始售卖一些违禁商品 不巧的是 这一天恰巧被矿长撞见 他二话不说 直接打倒阿柔 这让他在众人面前丢了面子 因为之前阿柔一直吹牛 说矿长是自己的哥哥 现在被当众打脸 傅妹子发现他脸上的伤 急忙追问 阿柔却说自己犯了错 矿长像哥哥一样教导他 挨打 也很正常 他从小缺乏亲情与爱 现在已经陷入自己的幻想中 与此同时 正在家里休息的阿柔 也遇到麻烦 几个壮汉找上门来 邻居大神以为 他们是找阿柔做生意的 赶紧劝人离开 阿柔的身体吃不消 可这几个人 看都没看阿柔 他们要找的是 阿柱和阿伟 一群人边走边骂 终于在街上 找到兄弟俩 眼看就要发生一场恶战 村民们自然帮着兄弟俩 一番混战后 四个壮汉被村民绑起来 文书询问到底怎么回事 领头者这才说了实话 他们是来抓兄弟俩的 原来他们是地主家派来的 两兄弟签了五年的契约 做成功 可现在时间没到 就跑来这里挖金子 地主肯定生气 这事儿确实没法调解 是兄弟俩没遵守约定 文书不好再说什么 大家都望向兄弟俩 阿柱作为哥哥 心里已经有了决定 他抄起砍刀 砍下自己的手指 然后扔给对方 算是给了他们一个交代 阿柱还让他们带话 以后他们兄弟 一定会有出息 到时候肯定把钱还给地主 阿柱伤到了手 依然坚持上工 可天气说变就变 一连好几天 都是阴雨连绵 院里的姑娘们开始出来找生意 富美子没有业绩要求 就待在院里休息 阿柱也无事可干 他偷偷穿上日本人的服装 富美子一个劲夸他 两人一起玩耍 阿柱还为他化妆 看着女孩秀丽的脸庞 他忍不住靠近 青春爱恋 总是来得迅速且冲动 富美子赶紧把他推开 要是被老板娘知道了 他们绝没有好日子过 阴雨过后 工人们继续干活 可一向小心的阿伟 却被石块砸伤 众人迅速围了过来 查看他的伤势 此时机灵的憨惜 发现异常 他竟然找到了筋脉 这是个好兆头 只要挖下去 一定能找到金子 现在金子是有了 可怎么带出去呢 有人提出藏到身体里 虽然冒险 但这是唯一的办法 阿伟找了一块最大的金子 走到矿洞时 整个人都一瘸一拐的 日本士兵拦住他盘问 危急时刻 他们发现阿伟脚上有伤 这才打消疑惑 把人放出去 有了钱 工人们都想出去玩两把 阿伟也不例外 他刚进去 就看见哥哥心满意足地出来 老板娘给阿伟安排了一个年老的女人 他咳嗽个不停 阿伟不忍心做什么 扔下金子就跑了 同一时刻 和阿木拉拉扯扯的富美子 最终被老板娘抓到 男孩是第一次帮人化妆 女孩太美了 他情不自禁地贴了上去 两人亲密的动作被老板娘发现 他把富美子带到小黑屋 打妈之后 开始检查女孩的身体 幸亏还是清白之身 不妨碍以后卖个好价钱 阿木就没这么好运 他差点被人打死 愤怒之下找到矿长 举报院里的女人私藏金子 矿长最厌恶这样的行为 他立刻派人检查 所有女人的身体 一块金子都不许留 原本安静的院落 瞬间变得混乱起来 女人们的尖叫声不绝于耳 果然 他们身体里藏有金子 日本兵将这些女人 半辈子的财产洗劫一空 最后 矿长看到富美子 质问老板娘 为什么不检查这个女孩 老板娘慌忙求饶 这还是个孩子 不可能藏金子 矿长才不管女人或是孩子 他立即下令 让手下检查 可怜的女孩 就这么被夺去贞结 几分钟后 日本士兵过来报告 富美子身体里 确实没金子 矿长假惺惺的行了礼 然后扬长而去 他还要检查工人 所有人都有嫌疑 日本兵粗暴的对待工人们 他们竟然用粗糙的木棍 阿伟腾的眼泪直流 工棚里哀红遍野 平时老是稳重的文书 实在受不了了 他们是人 不是畜生 凭什么用这种手段伤人 文书的反抗 遭到日本兵的毒打 暴力的殴打 让工人们奋起反抗 他们不能让文书吃亏 两方人马扭打在一起 场面异常混乱 正打得不可开交时 日本兵开枪镇压 文书被乱枪打死 工人们没了领导者 再也闹不起来 事后大家为文书操办葬礼 这件事就这么过去 大家又回到矿洞工作 冷清许久的小院 也重新开张 老板娘把女人们 关到笼子里 让客人们挑选 最惨的还是富美子 被日本兵检查之后 她不得不接待客人 外面排起长队 想来试试最新的美人 阿卫本想凑热闹 也被安排进队伍中 眼看男人们兴奋地进去 再满足地出来 阿卫心里不好过 默默退了出去 而哥哥阿柱 则对阿柔 产生不一样的感情 她会在下班后 给孩子们带好吃的 看见有人来找阿柔做生意 会生气地把人赶走 阿柔表面上骂她 但心里很感动 可是不赚钱 她怎么养孩子呢 阿柱花钱买下她的时间 可真睡到一起 她又觉得尴尬 因为屋里还供奉着 阿柔的前两人丈夫 阿柱没能下手 很快又走出屋子 但两人的关系 有了实质性进展 村民们都知道 阿柔有了靠山 只要阿柱在家 他们就不会去找阿柔做生意 阿柔觉得生活又有了盼头 她早把阿柱 当成自己的丈夫 看着哥哥找到了幸福 阿伟也为她高兴 此时她突然想到富美子 不知道这个可怜的女孩 怎么样了 阿柔慌忙跑到小院找她 老板娘误会她的意思 把人安排进房间 富美子不像以前那样 天真爱笑 她像是机器一样 打好热水 准备服务顾客 可最近实在工作太久 身体吃不消 竟直接倒在地上 阿柔过去扶她 富美子还在不断道歉 是自己怠慢了客人 在外面守候的阿某 听见声音 也冲了进来 两个男人守着同一个女孩 他们明白彼此的想法 没有戳破对方的情意 可这种宁静没持续多久 又有九岁的客人来找富美子 听着心爱女孩的惨叫声 阿某无法忍受 她半夜跑到矿长家里 当初是自己冲动告密 才害得富美子受伤 她现在想求矿长手下留情 矿长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 还骂她是身份不明的杂种 阿某唯一的归属感也没有了 她掏出武器 猛然刺向矿长 矿长死了 阿某总算为富美子报仇 但她很快被日本兵带走 等待阿牧的是残酷的死刑 院里的女人们都为她感到可惜 一个从小没人要的孩子 竟走到这一步 实在命苦 矿上没了矿长的看守 上班时间宽松许多 这一晚又有人发现筋脉 大家一窝蜂挤进去 只要这回能捞一笔 以后就不用工作了 就在众人准备炸开通道时 外面的日本兵把洞口堵住 他们想把闹事的工人全部炸死 最后时刻 阿某把阿伟推了出去 自己则被炸成粉末 当阿某看到阿某的牌位时 并没有表现出悲伤的情绪 她早已经麻木了 在这个时代 哪有安稳日子过 祭拜之后 她要求把阿某的牌位 请回自己家 以后就算她死了 还能让孩子们祭拜 村民们不同意 他们俩没明没分的 阿某凭什么把牌位领回家 阿某怒骂 她和阿某睡觉 从来不收钱 因为在她心里 早把阿某当成丈夫看待 她拿出两枚硬币 如果一字一花 阿某就由她带走 或许是阿某在天显灵 她连扔三次 都是一字一花 这个结果让阿某泪流满面 就差一点 他们就能买田 过上好日子 这个伤心地 阿某不想再待 她拿出全部积蓄 带着孩子 还有三块牌位 远走他乡 现在旅店只剩下阿某一人 她在屋子里待了很久 最后才反应过来 哥哥死了 她唯一的亲人没了 阿某失魂落魄地 走到村口 油菜花开得正盛 和她刚来的那天 一模一样 只不过村口的少女 已经变得面容沧桑 两个伤痕累累的人 依偎在一起 他们在花香里 治愈破碎的心 电影《无颜的山丘》 由王瞳导演指导 上映于1992年 这是一段历史 也是一群人的真实人生 每个人都想在 时代的洪流中 站稳脚跟 他们的愿望 简单而朴素 不过是想 有自己的地 想有自己的家 阿柱阿伟两兄弟 翻山越岭 只为寻找金矿 能早点购置房产 理想很美好 现实却是 日复一日的劳动 但他们从没放弃过 阿某一个女人 独自拉扯六个孩子 她过得很苦 却没想过 抛下任何人 依旧在坚持着 傅梅子和阿牧 两个青春懵懂的孩子 最终在乱世中 被迫成长 电影是在表达 时代大背景下 底层民众的悲哀 平静地讲述故事 却给人带来 无限震撼 电影初见 看电影最真实的一面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